大家好,我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疫情仍然嚴峻,確診個案的數字和源頭未明的個案數字 都是維持高位,亦遍佈港九新界各區 我們必須繼續提高警覺,嚴陣以待 政府在過去一個星期已經大幅收緊我們的社交距離措施 以盡量減少人流和搗截病毒在社區散播 我們主要的措施包括 我們全面收緊各項的社交距離措施,關閉大部分表列處所 食肆堂食的時間亦縮減到晚上至10點 亦收緊每台不多於兩人 我們亦收緊限聚令,在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 限制收緊到兩人 分禮、股東會議人數亦上限收緊到至20人 亦不能飲食 亦撤銷了豁免關於宗教活動和本地的旅行團 為了達至所需的阻嚇作用 我們亦全面提高第599G章 即是群組聚集 第599I章 即是在公眾地方戴口罩 以及599J章強制檢測的定額罰款 由2000元提升到5000元 政府亦同時加強巡查和執法行動 最後為了減少人流 公務員亦在家工作 當然亦呼籲私營機構僱主 都是按運作的需要 盡量給員工在家工作 除了大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之外 我們亦不斷擴大我們的檢測網絡 盡量找出我們的隱形傳播者 截斷這些隱形傳播鏈 通過強制檢測 即是第599J章 由11月15日生效以來 先後發出7次強制檢測公告 為了應付相應的檢測需求 我們亦都大幅增加社區檢測中心的數目 由原初的4間 亦都增加到9間 並且會進一步增加多5間 一共14間 涵蓋港九新界各區 我們亦都已經設立了 有6個臨時的檢測站 連同在醫管局普通科門診 和郵政局的派遵網絡 大大都增加了檢測變節度 政府亦都會在下星期 再加大我們的檢測量 務求做到 衰檢必檢 應檢盡檢 最後我想特別提一下疫苗 特區政府一直都積極採取相關齊下的策略 為全港市民去採購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的疫苗 當然包括內地和海外研發或生產的疫苗 免費為全港市民接種 我們現在正是積極和不同的疫苗製造商 正在商討採購協議 以及盡快為全港市民採購安全和有效的疫苗 各位市民 這段時間 尤其是這兩個星期 其實是非常之關鍵 所以我再次呼籲 大家一定要堅持忍耐 以及嚴守各項防疫抗疫的措施 保持社交距離是最重要的 亦都要保持個人和環境的衛生 我們大家一起居家抗疫 最後我想特別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或是症狀 即使是很輕微也好 千萬不要帶病上班 或者不要參加任何聚會 必須馬上求醫 並按照醫生的指示去接受檢測